我想主要是现在美国重返亚洲 他提出了印太 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 那美国是希望有新的盟友跟旧的盟友 那旧的盟友就像日本 韩国 菲律宾 新的盟友就像越南 大概这是建立 那现在当然是很多产业链在外 他都希望台湾台商 台湾厂商能够plus加一 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在海外 比如说越南 墨西哥有个点 他会再给你订单 那最近的美国电动车的补助方案 7500块美金的补助方案 只限在北美自由贸易区 所以墨西哥变成最大受益者 所以都会产业 台湾的产业会移到越南跟墨西哥过去 那中国在东南亚 当然它是优势比较强 但东南亚这些国家 普遍都是安全靠美国 经济靠中国 大概都是有这样 刚才社长也提到印尼 走柯威 其实走柯威他现在的政绩 最大增绩就是亚万高铁 那这是一带一路的指标 那一带一路第三届的峰会在什么时候 10月17号要召开 这也是北京第10年的 一带一路的第4周年 它最要检验的就是亚万高铁 因为1955年的万隆会议 是中国走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那能够从亚加达到万隆这条高铁 在中国习近平在任务完成 变成指标 但也是在印尼引起到很大的讨论 这个费用过高 未来的负债能不能撑得住 这大概印尼内部 明年的2024的总统大选当中 亚万高铁会被拿出来检讨 就像马来西亚之前的 在做检讨高铁一样 马哈迪重新谈判 重新砍价 所以当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 遇到所谓的这些当地国家 有政党轮替 有民主化的时候 其实中国议题 都变成内部的选举的议题 我想这都是会变成 一起来变成被讨论的部分 那当然菲律宾比较特殊 其实一带一路有签 但一带一路在菲律宾 没有什么重大的建设 那当然就是除了赌场 开放给中国人过去而已 所以基本上它会比较容易转向 那再加上南海的争议 我想安全的争议 这政治上的考量高过于经济 越南也是如此 所以整个形势上的变化 当然美国的多边 在中国的周围 多边联盟形成了一个包围 在东北亚 日本跟韩国 那在南亚 南海这边 就越南跟菲律宾 都是形成了一个 所谓的一个多边的联盟的概念 我想这个是未来在围堵中国 一道比较强的一个力量 这当中其实你看 美国在这两年当中 拜登在讲登业计划 越伦不断的强调叫 有岸外包 叫frame sharing 那东协其实 在这个有岸外包当中 越南过去变成非常重要的 新的生产基地 泰国这一次 我到泰国去看 也开始有很大的变化 为什么 所有印刷电路板 全部几乎要去泰国 以前只有泰鼎在那边 现在我看从大陆出来也很多 那这个变化 我相信正在加剧当中 所以我想美国现在所构筑的 这个包括这一带一路 我在想一带一路到最后一定千仓百孔 为什么很多的这种 你从斯里兰卡一路这样一路下来 我相信后面的那个洞是大的 所以特别要请这个顾老师来谈一下 印度在这几年当中 其实全世界都选边 但印度看起来他非常灵强 这个莫迪在战略上 他最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刚才你讲到这个在选边 那这个概念 其实我不大同一时候的概念 那我倒是愿意从这个国家的利益的角度来看 因为政治学上说 没有什么政治上没有什么拥有的朋友 但是有拥有的利益 所以不管是印度 东南亚国家 或是这个中南美洲这些国家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在考量 他自己最大的利益 那么印度在这种这个光卡上 他当然考量他最大的利益 因为他他第一个 他他他这个想要美国 那他又不大能够得到 不想愿意得对中国 那这种情况其实呢 他是在为他自己最大的利益 因为他希望把他的经济搞好 那他又不希望知道他跟中国有 有更多的纠纷 可是他又需要美国跟他的援助 那这种情况其实在东南亚这方面的国家来看的话呢 他有相对于是地方 那么东南这些国家 那这个我刚才讲说 他在在在这个过去段时间里面 虽然中国影响力比较大 那是因为他有他利益这样的地方 因为他跟他的经济上的挂钩比较深 不管在贸易上投资上 还有基础戒则上 那现在美国来了 那美国愿意提出一点更多的援助 给菲律宾 给越南 给甚至给柬埔寨 这也没什么关系吧 反正反正中南这些国家 我也不需要得罪你美国 你给我好的东西 我当然就愿意收啊 对我来讲的话 我多菲律宾 不管是越南 我多得到点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 增加我的武力 在南海地区能够多保护我的 他们的领土的话呢 那他也认为也不是这坏事情 所以基本上 我比较愿意从这个国家利益来看 这些国家 他会选择对他有最大利益方面去走 那他又不愿意同时得罪这两大强国 所以说你要来拉拢我 要给我好处 我当然要 当然就是我两面得到好处 对他来讲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坏处 可是你要真正在他 哪一个重要观点去选边 去对抗另外一边 像冷战时期那种现象 气味上我觉得现在 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这就是渐进式的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像这张表 东协现在出口到美国 他其实美国已经把东协 当成分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 那东协现在出口到美国 其实他占比去一直在增加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印度我是认为说 现在你可以看到美国那些五大科技公司 你看从这一次 苹果在讲2025年 他的iPhone的生产比重 到印度生产的比重占50% 那你想想以前是零 零到50%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个从生产基地的 大幅的迁移一定不得了 微软也好 Google一直到亚马逊 其实到这次Tesla 大概都到印度 所以现在对印度来讲 莫迪现在最高明的就是 他坐在那个地方 他也跟俄罗斯交好 中国是能 他跟中国是没有那么好 就是说你看到小米了 他从那赶出去了 那这个就是说 美国这一次对印度的加值 第一个 印度的股票市场 大概连续涨20年 所以我正在看一个数字 中国从1989年的GDP的总量 是一兆美元 但是到去年到18兆 到现在18兆美元 他成了17倍 印度花了很长时间 到去年底是3.17兆 所以我要看这10年后 印度到底多少 中国会多少 所以这个是一个 未来世界变化大局当中 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焦点 所以刚才顾老师讲的 就是说 每一个国家都有他基本的利益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选错边 可能国家的命运 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我这次到泰国 我就发现了 其实你看到1990年的时候 李登卫总统不是鼓励大家南进吗 但是到1994年朱镕基的汇改 人民币大幅贬值之后 所有的台商全部变成西进 所以那个后面从1990年 94年之后 整个东南东协国家 大概就整个沉下去了 现在慢慢他重新开始 又开始有起色了 那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一轮的生产基地的移转 慢慢很多东协国家 你看原来泰国 泰国是主靠观光业 但泰国这一次 我看正在快速的工业化 你看到很多的工业区 现在都在加工员工 我到泰晋宝的时候 一看他说他缅甸员工 六千多人 六万多人 这个可以感受到 所以我在想说 这个现在泰国也缺工 慢慢很多东协国家的那些 你看柬埔寨 辽国 那也变成廉价劳力的供应国 缅甸最明显 缅甸现在基本上 就变成廉价劳力的一个供应者 所以我想这个变化是大的 也就是说你在整个新的政治 一个变迁当中 我相信每一个国家的命运 会产生会到大的不同